好 没有来插播来自台北地检署的最新现场消息 金华城案被列为被告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稍早已经被送往北检复训了 而最新消息是呢 检方已经证实了 应小威呢 是因为前一晚企图要出境有逃亡之余 所以呢 今天早上他们等于是把应小威给拘棋到案的 详细状况我们连线记者洪师请报导 师请 好 主观 正马上带一关心到金华城案最新进展 画面中您所看到的就是北市议员应小威 他在稍早的时候是被送往了北检来进行复训 他看到媒体在拍摄是说了一声嗨还有哈喽 态度看起来相当从容 不过事实上他在检联发动搜索的前一天 也就是昨天被发现是试图来出境要来前往香港 而当时候在第一时间得知消息时 连政官就已经前往现场将他具体盗案 同步在今天清晨的时候事先带往了北市议会的办公处 还有住家来进行相关搜索 而稍早的时候他被送往北检来复训 态度看起来相当从容之外 他甚至还说配合调查让他认为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不过整起案件现在似乎就围绕在他的身上 原因说现在六名被告当中有四人 包含应小威本人之外 另外三人都是他团队的人员 包含了是由他的办公室执行长以及他的两名的助理都有设案 而且检方现在也证实了整起案件的金流是有达到千万 包含说应小威的部分 现在就被怀疑是不是在整个金华案件当中呢 是涉嫌担任一个这个牵线人的部分呢 对此应小威他是说他只是接受民众的陈情 不过究竟是不是如此都还有待检调的进行的这个调查 同时呢如果再稍后有最新消息 也将持续为您掌握 以上是现场最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